好 我們剛剛看到有政治人物 帶這個小三去開房間 說上廁所或者是公務員 翹班帶小三去旅館去幹嘛 宣教啊 藏傳佛教啊 下面看到很有名的八點檔的小生 文婉她的藉口是什麼 她怎麼沒有把嘴巴擦乾淨 先講這個八點檔的小生 到現在還在 就是還是有在檯面上 現在還在檔檔啊 有 然後她其實在對岸 現在有很多的觸角是 就是到那兒去了 所以人家說這種事情 為什麼事業一落千丈什麼的不會嗎 不會啊 有些人是真的就是桃花 不管好桃花 爛桃花 越多就越好 對不對 先講就是說她這個太太 其實也算是半個 現在應該是全職演藝圈的人 因為後來她太太也開始演戲了 這個太太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要先講就像劉萍說的 妳真的要想好妳要不要抓 因為當妳決定要抓的那一刹挪呢 其實夫妻的關係就一定會破裂 所以我先講這一對到最後是分開的 先講其實這個 這個男主角 這個一線男性呢 男一非常非常的有女人緣 其實她從出道 就那個緋聞沒有間斷過 後來其實她會情定呢 這個女生呢 大家覺得很心驗 因為這個 也不是說再婚不好 因為這個女生其實有過 有過婚姻 然後有過小孩 然後呢 那時候大家覺得 啊 妳一個這麼帥 又高又帥 然後其實單身 怎麼會選擇這個女生 可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愛情啊或婚姻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真的真的原因 反正就對上 好 兩個結婚了之後呢 其實男生呢 一樣讓女生覺得很沒安全感 會覺得說 妳好像好事在外面 好像都有什麼 可是我們看在眼裡是 這個男生喔 就是讓我們覺得花花公子嘛 情場浪子 可是我們看到那種結婚之初 我看了都會感動耶 她是陪著老婆錄影 她老婆是後來殺出來 才開始進入這個圈子 陪老婆錄影 然後錄完影是幫她提鞋 拎東西 就當她的小助理 剛開始的時候不都這樣 劉平兒老公說要當她的101中狗 那就對了 可是還是要給我們這些女性朋友 一點希望嘛 然後我那時候看我就覺得 哇 真的天下 所以浪子會回頭的 結果沒有想到沒多久 其實這個女孩子 這個演藝圈的這個女生呢 就告訴我說 她說真的人真的是 人家常常講的 夜路走多就會碰到鬼 其實她的老公 這是個男藝人 非常懂得保護自己 她的手機不離身 那個電腦一定是密碼好幾道 就是她不要讓人家看到的 那她覺得說好 尊重你的隱私碼 我也不去查 可是有一次就是很怪 就很偶然 這個男藝人他要嘎戲 然後他也沒空 他發現他的手機壞了 電腦也怪怪的 他就交代他老婆說 你幫我拿到附近的通訊行幹嘛 趕快去因為我不能沒手機 我不能沒有電腦 反正就幫我拿去修一修 整個整理一遍這樣子 好 那老婆就好 結果他也不疑有他 他也沒有多想 他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拿給通訊行囉 結果後來過了大概一個小時 通訊行老闆電話來了 他說某某小姐 這個裡面有一些資料 很多資料 還有一些什麼簡訊啊 幹嘛 一些內容 我說如果我現在洗掉 整個就沒有了 然後我不敢隨便幫你做決定 你可不可以來一趟 你來看一下就哪些要哪些不要 然後他就說 可是那不是我的 那我老公的啊 他說那你沒有來做決定 我也不敢做主啊 後來他就想說好吧 不然他老公罵 就怪罪起來他也沒辦法 他就去看了 我跟他講看了之後精采了 精采 因為他一看哇 就是他跟一個女的 那種哇 心山的對話 然後愛來愛去 然後什麼時候我想妳 我愛妳 什麼時候抱抱親親之類 哇 就一目了然 好 其實呢 最有意思的是什麼 他們剛好呢 他最後一個訊息是什麼 他剛好那個女生跟他約說 寶貝 你生日了 我會在電視台樓下幫你吹蛋糕 然後直接很清楚 我跟他講 後來這個太太呢 這太座直接殺到那個電視台 而且算好時間 他真的就在那邊等啊 等等等 後來真的看到他老公 從電視台的門口 因為他老公那天要嘎戲 從電視台門口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 直接上了某一台車 好 然後呢 他就知道 好 被我抓到了 因為時間就一模一樣嘛 後來呢 他就走過去 然後他就敲那個 敲車窗 然後那車窗 很久都不開喔 他就一直敲 就敲到妳給我車窗打開 因為都全黑的嘛 那個車窗一拉下來 嘎 一拉下來 他傻了 他們兩個人 中間一個大蛋糕 兩個準備吹啦 準備吹啦 就可能很羅萬畢克這樣子 後來你知道 因為他這個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已經查到這個女生的身分 其實就是那種傳播妹 然後在那種特殊行業 就是特殊行業 深色潮水工作的小姐 那因為這個太太也很猛 因為年輕的時候 在這個業界也赫赫有名 所以當場她就跟那個小三嗆香 她說妳信不信 妳如果敢再來碰我老公 我就讓妳連在這一行都混不下去 這行是那一行 妳知道嗎 從此那個小三就有消中逆跡 再也不敢了 這是真實的故事 好好剛剛講的是 男明星有小三 麥哥下面來告訴我們 女明星有小王 對 我們這個80年代 90年代的打女李賽鳳 非常有名 她有喔 當年是家和的當家的打女 然後跟成龍演過電影 非常紅 2001年她嫁給了一個 這個外科醫生羅啟人 從此習癮 嫁得很好喔 然後在美國 加拿大 北京都有房子 可是習癮之後 因為李賽鳳當年學舞蹈 芭蕾舞跳非常棒 那老公大認為說 妳其實不要埋摸妳的天分 婚姻結完以後 還可以再做一些東西的 成立一個舞蹈團 那就有一個中天逸殺的乾兒子 比他小二十多歲 在舞蹈團當團長 他們一起在巡迴表演 在北京會做一些演出 好啦 就沒有想到 就暗暗地出軌了 出軌之後 在2007年她離婚了 離婚之後 老公寫了一本書 叫雙念人生 就揭露了李賽鳳 當年她怎麼去抓姦的 這個整個過程 她不會是跟乾兒子吧 她就跟乾兒子 她就是跟乾兒子 這個不倫戀 然後老公就出了書 講當年怎麼去抓姦的事情 有三個很精彩的 一個有一天在北京的時候 本來他們兩個晚上 要去看一個音樂劇的 那李賽鳳說 我不舒服妳一個人去看好了 老公就不以為她去看了 看回來之後 晚上睡覺了 老公就睡覺 他們的床當時這樣 床這邊是地 這邊就是個牆 所以床跟牆 這有一個很小的一個縫 老公就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不小心 我已經在這個縫裡面 看到一個保險套 用過的保險套 她當時就問她說 怎麼回事 她說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那天很晚了 李賽鳳就糖塞過去了 一大早她跟她老公講了 我知道怎麼回事了 一定是我那個乾兒子 鍾天翼 你知道媽常跟我們借房間 帶女朋友來 她不乖 她不乖 一定她弄的啦 就這樣子 就把這個第一案 第一次的案事情 就這樣帶過去了 可是老公已經開始 有點懷疑了 因為她跟鍾天翼的 這個狀況 後來有一次他們在美國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兩個人呢 又要去看一個表演 表演之前呢 結果老婆又說 老婆就說 又不舒服了 就是反正說你 反正你自己去看 他們就說去看 看回來以後呢 這個男的已經 之前就已經有這個狀況了嘛 就發覺櫃子裡 好像有聲音 就發覺櫃子有聲音 結果一打開來一看 鍾天翼全裸在裡面 還全裸 就蓋了一個重眼部位說 乾爹 不是 就說這個 因為乾爹 因為乾媽要帶我 去購物店買內褲 我們剛剛在四尺寸 好久 可是這個已經不言可喻了 已經抓尖抓到了嘛 後來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樁事情 就是後來這個羅啟人說 這個鍾天翼難怪小的蠢上加蠢 後來已經被抓到這樣子了 因為談離婚了嘛 鍾天翼又寫了一個E-mail 給他乾媽 可是E-mail呢 寄錯了 寄到他們的這個舞蹈團的 這個公關那個Loser的 下還笨 下還笨 那個E-mail寫說 就寫說 我現在心情好亂的 我好煩喔 沒有人知道我的心情 你真的不要我了嗎 我們真的怎麼在一起呢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永遠是我的老婆 我永遠是你的老公 他寫給他乾媽的信 寄到了舞蹈團的公關那邊去了 好笨喔 所以這個羅啟人說 他也是蠢上加蠢 說這個男的 所以他剛剛 他被抓到那個 有這個姿勢的時候 是在旅館是不是 沒有 在他們家裡面 在他們家裡面 西門大戶 所以他來說 乾媽等一下帶我去Shopping Mall 因為在國外嘛 要去買內褲 所以我們在四尺寸 就這樣子 我自己比較孤陋寡聞 聽到這種事 我還真的沒聽過 我們的劉萍呢 他不但自己倆高過呢 他還有朋友也倆高過 為什麼呢 他的職業 我們大家都覺得實在太浪漫 太容易出事了 馬上回來